大家好,我是Data World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Limited的Debbie 首先今天介紹的產品叫做One Identity的SafeGuard SafeGuard由One Identity是上年推出的 主要針對PAM市場 PAM是Free-Fried Access Management 上面針對Windows的Admitrator 以及Linux或者Ulux的Admit account 為什麼要針對這一類型的系統呢 就是在上面有不同的挑戰 第一就是在上面這些帳戶比較能力 因為在上面這些類型的帳戶是做任何東西 例如可以刪除任何文件 另外就是這些帳戶在上面就可以做到 例如加帳戶,減少帳戶都可以做到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很難做Management 因為這些帳戶的問題就是共用 可能Ulux還是Bit or C都是用這個帳戶 可能在上面做一些不同的東西 例如做Winternet 或者在上面裝不同的東西 所以就會引致很難改的密碼 又成這樣 所以第三個問題就是會有些 Aternability問題 當有事發生了事就找不到 哪一件事在哪裏引起 另外這一類型帳戶 都會比較想有機會 會embed到一些Application 以及會寫在一些Automation Description上 最後在香港的環境 都針對不同的證券 或者不同的金融機構 他們都開始會有些不同的Comparance 就要回到柳類型的公司 就要回到柳類型的管理員的帳戶 所以One Identity的Safe Guard 就會針對柳類型的挑戰 第一它已經在上面有一個不同的Module 即是可以選擇來怎樣管理Pathread 第二就是可以怎樣做Session Session意思就是可以在上面做不同的錄影 接著它就會有Harding Apparent 本身的機器已經做了不同的Harding 它只是給一個唯一的渠道 可以讓管理員在上面進去的 接著它都可以做一些Deep the Encryption 是怎樣做的 因為可能它懷疑機被人偷到 就算偷得到 它都不可以拿得到裏面的Pathread 接著它也有一個2Vector of Fan 就針對回到Safe Guard的時候 就可以加回One Identity Defender Fusion 做一些OTP 接著另外它也有一個Sarney Fusion 我們一陣子的DEMO就可以DEMO這個Fusion 接著另外就是Custer為額 當有事發生的時候 即是部機真的有頭髮生氣的時候 它都可以飛到另一部機 令它可以做到思路的Duntime 所以One Identity Function 會做到這10樣不同的Feature 第一就可以做到Management Pathread就可以怎樣拿到帳戶 即是在上面 我拿帳戶的時候 就可能要給System Owner 或者去Manager做Football 接著就ReleasePathread了 用Pathread中間拿完了 我就可以再做不同的Audit 就在上面 例如多少人拿到Pathread 或者我為什麼要拿Pathread的Information 接著就是會改Pathread 就要定時定效 可能就一個星期 或者一個月 就會改動Pathread 接著下面就會有些不同的Session 例如我可以來控制一些Render 進去墮套系統的時候 我就會做不同的錄影 接著我就可以用管理帳戶 就Monitoring 整個進去的系統的動作 我都看到了 當有問題發生的時候 我已經Replay了出來 所以因為Session比較大 我都可以支援一些Arca Arca不同的Log 以及不同的Session Recording 接著我們中間可以再有不同的Audit 看看是哪些人進入系統 網路的話出入系統的Information 都可以重複 接著我們就開始做一個Demo 來提供 接著我們會做一個Demo 主要Demo就是會根據選擇 首先我會登入一個SafeGuard 卡人我會用一個Requester 它是一個用戶 它就可以要求一個密碼 首先在上面按到New Request 在New Request上面 會看到有些不同的Platform在上面 例如有些不同的Windows Linux或者Level Devices Based on它的Enticement 可能它是一個System用的 它只能看到Windows 例如它是一個Linux的Admin 就是看到Linux的Server 或者是一個Linux的Admin 就是看到不同的Switch Rounter或者是不同的File 等於這個Case 我們做一個SafeGuard 的Server 它就要求選擇進去 等於可以選擇一個 或者是MultiPack都可以 接著按List 所以我們看到這裡就是一個Account 叫做SVCUser 它就輸入了Math Platform Math Channel裡面 就可以連結下去 然後List 這個就可以選擇你要用Division Nature 例如這個Default 只需2個小時 接著要打到Vson 為什麼要這個Session 可能做些事情 可能做些事情 XH Session 例如做Minkern 這樣 接著要Summit Request 接著要Summit Request 所以它就要給另外一層User 例如有一個Hupper或者Owner 首先我們這個Session 就是夾了一隻叫做Sharling的Session 所以會立即看到 Request已經給了 做Approover 所以它可以看到立即的Request 就是這個Request 可以放在Webase 可以放在Bowser 做Approover 或者這個 其實做了Default之外 其實會有些不同 沒有高不卡人 例如IOS Android 它都可以放到 可以立即收到Request 立即按一個Approove 的話 就在上面就可以 可以Approove很多Request 所以這個Request 會看到 哪些要求 這件事 接著就是 哪個用戶要求 在上面 哪一個access 到最後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例如 comment 接著要求哪個帳戶 很長 這樣 所以 我現在 提供了Request 接著 再去到 User 所以 看到這個 伺服器 可以連接進去 所以我現在 開啟了 一個Client 提起 Safe加這個Fusion 其實我會用到 LatedClient 不需要安裝任何東西 不需要Java 所以它會 叫Window 用LatedRTP XH 的話 就會用LatedPuTi 卡印 所以 就直接連接進去 裡面 不需要插入任何密碼 可以 從這裡 就基於這個帳戶的權限 裡面做了些什麼 可以插入任何的 command 做不同的 明顯論章 例如 它開始做一些 Wire 它本身 現在工作的 例如 我想看那邊的 Portrote 或 產檔 所以 在上面 我現在去到 Admin的帳戶 Safe加Admin 在上面 就已經可以 看得到 提及到 用家做了些什麼 這就是 Existion Session 這就是 Launch 一個 Session 在上面 可以看得到 實況 它做了些什麼 這就是 ViewTime 已經看得到 用家做了些什麼 例如 再打一些 Test Test 現在 ViewTime 已經看得到 它做了些什麼 所以如果它發現 Wire Relation 情報出現 它就可以將 Session 做到 Terminate 已經發現 Session 已經斷了 甚至 因為它 都可以再Launch 所以 可以將 Request 發現有問題 就Rework Session 已經完全斷了 發現 這個 Request 已經Rework 已經復合了 這樣 謝謝